前方路口红灯 一名妇人骑车双载 却大声按名喇叭 她不顾危险加速闯过红灯 接着停在路边 后方警车追了上去 却发现妇人狂招手 远警发现妇人后面载的丈夫 已经快要没有意识 人都要倒了 赶紧将人带上警车 一路加速鸣笛 她身体不舒服 知道她刚才路过的时候 请我们帮忙 家住麻豆的妇人 发现丈夫身体不适 一路骑机车 载着要到医院挂急诊 却发现丈夫贪软 她看到警车决定 要闯过红灯 让警察看到 他已经很不容易 都已经快要趴下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就给他闯红灯 让你们看到我 抵达医院的妇人 情绪还是很激动 还好远近又看到她 想说怎么有人按喇叭 对 我就是要让你们知道说 我需要求救 妇人载着丈夫 冒险闯过红灯 顺利抵达离家一公里远的医院 为了表达谢意 还到派出所致谢 危急时刻冒险闯过路口 还好当时没有车辆经过 让夫人对园警感谢再感谢 及时伸出援手 才救回丈夫一条命 记得来关张松北传令智慧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